就好了 希望大家不要最后会有这样的遗憾 谢谢大家 好 那我就话不多说 这是我这个河内回来 那不过我其实现在 刚开始的一个议题是 这个处理一些 在越南末代王朝阮朝 他的这个朝贡关系的问题 那我很想要多 收集或是多了解一些 有关于这个当代 中越之间关系的这个资料或是观点 那这部分的话 就涉及到说 因为这还算是他们 较为敏感的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我刚刚出到这个河内去那边 那开始在建立一些这个物性 那所以这方面可能还要需要一些时间 就是说到底他们现在越南的 这个新生代 尤其是精英 精英这个分子 他们是怎么样看待中国 怎么样看待台湾 怎么样看待 所谓的一带一路或是西南向政策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 其实需要了解对方到底怎么样看我们 那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去想象对方应当如何配合我们的政策 台湾如此中国依然 所以 但是要了解这部分的那种需要一些人脉的累积 所以这个是先跟大家报告 那所以我就就一些我这个短暂的这个时间 我大概八月这个八月后半才去了 然后那在这短暂的时间 有有稍微这个看到一些这个照片什么的 那拍了一些照片什么的 然后那可能可以跟我要讲东西做一些结合 那所以有些地方可能是跟我早先讲的 有些重复 但是我希望说有新的来宾 我们也许可以激发出同样的火光 OK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讲 这个首先这张照片呢 这个是去年年中的时候 大概是蛮热门的一个新闻照片 那这个其原因呢 就是这个美国总统欧巴马在卸任之前 他这个亚洲型的这个访问的重要的一站 他到了越南 就是这个前敌国越南去 那在这次越南之旅呢 有一些重要的外交成果 对越南是如此 对美国当然也是 那主要就是欧巴马在这次访问当中呢 他这个宣布他将带美国就是借助对越南的这个全面武器的禁运 那这个宣誓呢 相当程度就反映了 至少在欧巴马还没卸任那一个时段 这个美中甚至越南这三变的这个关系 也就是美国在急需要这个在东南亚的盟邦 在这个菲律宾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情况之下 那他急需要越南这个在东南亚国家当中呢 是相较于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在南海地上是跟中国是采取对抗立场的这样一国家的援助 所以美越关系呢就是这个在升温之中 那透过欧巴马宣布这个全面解除对越武器的禁运 这个禁运最早是从这个越战结束以后 因为这个潜在的敌对关系 所以美国就是禁止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武器 尤其是军事科技的进口流入到越南 那这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那欧巴马这个宣誓呢 这个我们在观察就是会发现到说 主要当然是针对一些反潜的武器 因为中国在南海的军力海军增加这个压力的情况之下 那么越南这样的一个国家 它传统上它是这个引进苏联和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军事科技 那美国的这个武器 当然在禁运的阶段它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越南 但在这个中国南海军力在南海增强的情况之下 那欧巴马也这个在这个时间点呢 就顺水推收 那解除了全面武器的限制 那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川普的这个 他比较在短这个短时间 目前我们还看不出来到底川普会不会在这个南海上 跟中国采取相应对他们的姿态 那在此之前呢 原先我们会预期欧巴马的武器解足禁运呢 会让越南获得一波这个之后的以反潜为主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军事科技 那另外一点就是欧巴马那次也在越南社会掀起了一个风潮 就是特别是年轻人这个时代 我们在当时呢这个看到越南朋友的脸书呢 是将近有一两周的时间大概都在 就是有欧巴马炫风 那欧巴马怎么样打入这个越南明星 其实这个很值得像台湾这样一个外交相对弱势的国家深思 也就是这么样一个超级大国的这个领导人到了越南 他是这样跟越南人拨拨 我感情 他跑到越南的小店 在这个跟这个著名的这个旅游饮食频道的这个主持人波登一起上他们的节目 然后来吃越南的小吃 那欧巴马这一次在河内这个小店所点的餐 后来就变成河内的这个欧巴马套餐 欧巴马汤博 所以如果这个社会并不欢迎这样的美国的领导人到来 是不会有这样的套餐出现 所以这算是欧巴马留在越南一个政治遗产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欧巴马的演说内容 这个赢得越南新世代的明星 也都是越美关系在未来这个可能20年一个世代的发展 就需要青年人首先去喜欢美国 去喜欢美国文化 所以欧巴马开了这样的头 我觉得是相当的 就美国人来说他是了不起的 那怎么样去看待 他就说欧巴马可以打入越南青年人的心呢 就在他的演说词当中呢 他去恭维越南人的民族性 像竹子一样 坚韧不屈 那同时呢 这个提到了越南的他们崇拜一个民族英雄 李昌杰这个将军 那李昌杰这个将军呢 他在中国宋朝的那个时候呢 他是越南这个礼朝对抗这个中国宋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名将 那李昌杰曾经有一首诗留下叫南国山河 那欧巴马就引了李昌杰将军这个南国山河诗的这个前两句 叫南国山河南地居截然定分在天书 这个其实意思 我相信大家看了应该也稍微能够明了 就是意思就是说 中国越南一边一国 这个是天理人心 就是这个朝朝在暮的 所以这个越南不应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那中国呢 这个如果想要欺负越南的话 那大家走着瞧 那所以欧巴马引用这个诗的重要性在于说 他打到了越南人的人心 就是这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李昌杰他的名字跟其他众多越南的民族英雄一样 被放在越南的主要的干道的名称使用上面 在越南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南海 就他们所谓的东海舰队里面呢 有一艘就叫这个李昌杰好 事实上从这个1974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越南人开始把李昌杰的名字 放到他们的战舰名称上面来 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当然你可以说 美国总统的文旦很好 这个真正的总统文旦 似乎应该要具有这样的格局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这个越南跟这个中国的关系呢 我们这个它有历史上有很多片段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很有这个系统性来跟大家讲 那我这个 这前几天呢 我在这个独立评论刚发表了一篇文章 是写有关蒋介石跟这个影响亚洲战后发展政治格局 非常重要一个文件叫通令D号有关的 那这当中呢 就就看得到这个中越近代关系的一个一个线头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在通令D号 这个农盟军农帅麦克拉斯发布的这个通令D号 它这个这个立法意旨呢 就是要由各个亚洲各个战区的指挥官 就是带盟军去接收当地的这个日本占领的领土 然后这个让当地的这个日本指挥官呢缴械 主要是这样 那ABCDE款呢 这个A款就主要是跟中国台湾这部分有关 那在A款当中我们看到蒋介石大元帅负责接收的这个领土呢 就有中国台湾还有跟越南有关这个北纬16度以北 法属印度之南这一块 那事实上这一块的这个领土 就是后面这一块领土 它包括了这个北约 就是北纬16度以北 北约还有辽国 还有这个当时已经被变成这个法国出界的这个广州湾 这三个地方 那所以呢在1945年9月2号之后呢 就是正式得到盟军的一个一个法律上的认可授权 就是中国可以派军队进入到越南去接收 那这样的一个接收过程呢 就是有一些影响 就是在中国方面这个影响就是这个蒋介石呢 认为说他对于越南是有相当这个关切的这个正当性的 那这个关切程度到什么程度 我们待会还会跟各位提到 那就越南的方面呢 也是有影响的 越南就因为中国这样的接收呢 然后就是分外的震恨 震恨中国人 那我们可以在下面来看到 那这份文件其实 只是顺带跟各位提到就是说东南亚战区的成立 就是这边有C款有东南亚战区的这个指挥官接收的领土 那也就是指北纬16度以南的那一块 在中南越的那个南越的区域呢 主要就是英国人按照C款去接收 那这个这份文件就是这个 美国这个外交部的特总党 国务院的特总党有提到就是 1943年的时候成立了这个东南亚战区 那我们就来这个从这个游进制远 那再稍稍把时间往二战结束前来看一下 传统的这个中越关系呢 其实就我来看简单来说就是 这是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个是世大自小 那一个是都府外交 那什么是世大自小呢 我们看这个清末的这个历史 就是这个在中学时代看到这个清末历史 我们都有注意到就朝鲜那边有所谓世大党的存在 那所以世大呢 就是指这个小国对所谓大国是上国的一个 这个在中国传统这个对外关系之下的一种态度 就是小的要进大的 那叫世大 那相对的自小的概念就是 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或是上国呢 他在传统的对外关系之下 他应该要去辅助 要去扶植要去照顾 这个周边的这些效果 所以世大跟自小关系是一个相对性 相对应的关系 那什么叫都府外交呢 其实这就会连结到 就是说这个日本一个重要 在座一些朋友认识的这个穿导生这个学者 那他 他就是有提到 这是在中国这个民国时期呢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新疆政府 伊犁政府呢 他们主要就是中国处理这个 这个中亚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对头 也就是说 所谓外交部他其实不太直接处理西亚事务 那西亚事务有传统的这个比较靠近西亚的这个边疆大地他来经营 从清朝就开始这样 所以到民国他维持的类似的这种 这种方式 那除了新疆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在处理在清朝的时候处理他的这个所谓东南移 这个包括这个琉球跟这个苏禄 就是菲律宾那边有一个伊斯兰的这个文化社局 在清朝朝贡时期他叫苏禄 那还有这个西南移包括这个缅甸跟这个早先称这个辽国前身他叫南早 还有这个作为南移的这个安南跟这个仙罗 这三个地区他们各有不同的中国的这个边疆大力来负责 来业管 也就是这些小国他都有这个直接对口的中国的这个边疆的大力 那比如说这个刚提到了安南跟仙罗 他的主要对口就是梁广总督 所以他们要去朝贡的话就是要走梁广总督 所归线的这个共道 比如说安南就走广西太平府 那仙罗就走这个广东的这个府门 所以这个都是有他这个传统的一个脉络存在 那这个脉络他会影响到这个后封建时期的民国的外交 我们从越南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在抗战时期的时候 这个中国跟越南的这个外交互动呢大致有两个管道 第一个管道就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 就是我们在座有这个当事馆 OK好不能这样 这个国民党那边有很多外交史料 大家可以去看 那其中就有一部分的档案叫越南特总党 这越南特总党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当时国民党的这个海外部部长吴铁城 后来又做了秘书长的吴铁城呢 他是这个中国对这个东南亚就是主要是包括越南泰国这边的这个外交事务的这个主导者 那他透过当时这个军统的这个代表行申州呢 就是由吴铁城跟行申州这个管道来经营这个包括中这个在抗日时期的中越的外交 这是一部分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广西军区的部分 在当时广西这边属于第四军区这个首长叫张发奎 那他这边呢主要互动的对象就比较偏我们现在越南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前身他们这个越盟这一部分 也就是说刚刚前面这个没有提到就是这个吴铁城他们这个国民党这个路线主要交通的交流的呢 是这个由中国国民党在越南扶植的中国国民党就是越南国民党 那主要是这一条这一条线那这个张发奎这一条线呢就是比较是亲这个胡志明他们越盟的这一条线 所以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清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都府外交的形式 就是中国边疆大力他遥控或是说他近他就近在在这个跟这个周边中国周边国家互动这个形式 我们在抗战时期依然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一个态势 好那呃当代的中越关系呢其实当然就是这牵涉到这个中国内部的这个政治的流转 好那早先当然以我们台湾这边来说我们比较理解的就是所谓中华民国跟这个越南共和国也是被英国人接收的那一块南越后来移交给法国人 好然后后来又变成这个法国人所这个这个去这个扶植的傀儡政府好越南国然后越南国结束之后就变越南共和国好那这个越南共和国也是跟台湾当时一样 都是反共所以这两这个这个台湾跟南越的交往是早先这个中越关系的一个篇章 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他自身的这个外交或处境这个在国际上的处境呢 其实跟这个南越的这个越南共和国其实某种程度是难凶难地 好那都面对着这个国内的这个内部的分裂然后强大的共产共产主义的地方的这个打压不管在国际政治上还是在国内的军事上面好还是乃至于在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正当性的争夺上面的压力好 好那台这个在台湾这边结束之前呢我们还可以在在有一些角度来理解中越的这个传统关系好在 在1955年呢越南共和国建国之后呢马上台湾随即就承认但是双方的外交关系的开展却是非常的坎坷 好那事实上一直要到1958年的时候呢越南方面才派这个派人过来在那个这个西宁西街台北市当时西宁西街设这个使馆 好所以你看从中央民国承认1955年10月26号承认越南共和国到越南共和国派人来台湾设使馆 然后派这个公使软功勋来到台湾这两年多快三年的这个时间这么长那显然正常外交互动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显然是有问题这个对外交有问题但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那个冷战时期应该是这个同志加兄弟的关系 好同样一个阵营应该就是力挺到底那为什么在台湾这边自认为跟他这个这个道丁的这个南粤兄弟呢 为什么迟迟不太使节来这算是一个这个在外交上面就是很明显就是对你是不满的 好那不满在哪里那这个不满呢我们待会会来讲 好那这个南粤方面由开始从不满然后开始逐渐重视中华民国的价值 那主要有一些有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可以看到这一份文件 好就是在1960年代这个我们在外交部的档案当中就看到有一个国人赴越南谈话时注意事项 好那这边就规定了五点那这个国人跟我们一般今天这个所谓外交部上面旅游资讯看到那个国人概念不一样 这个国人就是涉月官员那涉月官员除了外交部系统还要敲回会拿去国民党的这个系统 好那告诉这些涉月人员什么事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跟越南人互动 好那我把这个拿出来一讲再讲也事实上也是就是有建于我们要推动西南向政政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我觉得可以相互来这个印证一下 好那在那个时候越南这个国力也没有今天的这个越南强 这个南越也没有今天越南国力强的时候 那他可以对一开始对中华民国不理不睬 那这个中华民国方面去几经思考之后 他们这个抓住一些可能的原因 所以拟定出这些对应的受责 第一个就是中越歷史关系要重视 好因为传统上这个不管是台湾还是中国大陆的 好都看到越南都喜欢讲这个兄弟兄弟关系 好那到底谁是兄谁是弟 这一支以来是一个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互动的一个大宅文 然后就是说你不明讲也就算了 可是大家心里头有数 好那心里头有数 听到这个兄弟这个词还是会有点疙瘩 好那当时的台湾跟南越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显然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台湾方面的官员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然后认为在历史上确实 越南曾经属于中国在西元前111年到西元968年 这一千年的时间呢 越南称中国学者称北属事情 那越南学者呢他们不这样 他们认为说是走向独立的长征 好走向独立的长征 好那在这一千年的时间呢 中国的中国人当然就是在民族优越的角度 当然会觉得说那你就是我小好弟嘛 但是这个如果你要跟对方交往的话 这一种观念可能你可以长存心中 那就是你不离这个长征关爱主杀 好那至于第二点跟第四点 这就牵涉到这个国家利益的问题 在当时这个问题不仅是台湾跟南越在面对 北越当时这个老共跟北越他的同志家兄弟 他们也面对类似的问题 这我们大家有还会提到 中越关系的另外一个面向 好那至于第三点也是跟第一点接近 就当时台湾开始1996年开始援助越南 好那我猜很可能是在这个美国援助台湾的那个过程当中 台湾就不喜欢听到说这个被美国援助 所以我们看那个黄埔大内裤就是写中美合作 所以你会想到说你被接纳美国的东西 然后你不想用什么被援助这样的词言的时候 可能就很容易会注意到 那我也不要让南越人有这样的感觉 这个仍通此心 所以会使用这个合作关系 那这个让越南人听得舒坦一点的这个词言 那至于这个佛教徒 那是那个吴廷雁时期那个特别问题 我们再一遍不多说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 所谓以中国学者角度来说 北蜀的那个时期 越南北蜀的那个时期 越南人认为的走向独立长征这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当中呢 是这个越南他大幅吸收中国文化的一个时期 那中越关系传统关系的定型也就在这个时间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越南跟中国关系的纠结 大致可以整理出三点 第一个就是从国民的来由 相信这很多朋友都了解 就是这个名字是这个所谓 被认为有来过台湾的家庆群 叫做这个越南 好那这个故事一刚开始就是 在1802年这个越南新的这个政权出现 国家统一了 那这个新的这个帝王呢 他们按照惯例就是寻求中国的这个合法性的认同 好从968年越南开始有独立开始呢 越南进入了另外一个中国学者所定位的叫 凡属时期 好就是有别于之前一千年的北属时期 好那越南学者怎么看这个凡属时期呢 968年以后的这个时期呢 他们叫做独立时期 好所以其实我常常 这次会在很多场合跟大家谈到权势权的问题 好就是说这个历史的权势绝对是 你立场不同你所看的世界就不一样好 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学历史特别会注意的 好那在1802年越南统一的情况下 这个新成立的阮朝的开国主 这个阮福役呢 他就这个在在按照他这个前朝的这个 这种政治过程就是会在凡属时期 寻求中国的这个政治上的认可 所以阮福音又派人去向这个嘉庆提说 我们想要请你们认同我们的这个国民 但是越南当时的提案是叫南越 好那这个嘉庆认为说南越这个名字不一 因为他这个名字呢这个南越听起来这个南越的这个越呢 事实上通这个广东省的这个简称越这个词 好我们看越南这个十四世纪有一个类似像 辽灾之一这样的书叫越殿幽灵级 这个越它也是那个广东的越 好所以这个古代这个两个越字其实是相通性蛮高的 所以中国皇帝以他的角度来说 你这个使用接近我这个国土的这个词 这个广东是我的国土 你使用这个越这个这个词的 你们越南的越这个词的时候呢 这个接近我的广东的这个简称 所以他当然会对这个不想接受 那后来这个瞧了半天 那这个中国皇帝最后是认为说 那你们国民干脆倒过来 你的南越的提案呢 那我给你一个新的这个词言叫越南 好那这个理由何在呢 我们从越南的这个卵巢的国史大南史路里面就有看到 这个越这个字 这个第一个这个越南的这个第一个字 越呢好就是这个代表说我们这个 这个国主他的元起 好就是这个是以他们古代的一个叫 越商的一个发源地 好那那为根据地来来扩张的 好那南这个字呢 就有相当的这个动词的意涵 好就是呃大家看到我表我国拓南交而心应全命 好就是代表这个中国皇帝也看到了 看到了越南这个历史发展过程 它是一个不断往南扩张的一个历史竞争 我们看左边这张维基的百科 这个这个越南国土的扩张的实体表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中部跟南部 好今天越南中部已降的这个国土呢 主要就是在15世纪之后开始取得了 好那原先这块土地是属于越南现在 53个少数民族之一占族的领土 好那那 詹伯仁以前势力非常强 他是一个超强的海权贸易王国 好那呃所以从15世纪之后呢 这个以越南人又叫金族人 以他们这个发这个开疆拓土的这个过程来看 当然越南是这个拓南交的新云全民 好但是以詹族人的角度来看呢 那就是我国轮亡史就从15世纪之后开始了 所以这就牵涉到权势权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去谈新的课纲 其实一定要注意到不同的移民社群 他们其实在不同的时间点进入到台湾 好难至于这个原住民老早就存在 那现在又有西不是汉人 也不是这个这个外社区认同哪一个这个国族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历史之后会越来越多元 好就是要包容不同族群的历史 这个是非常重要 好如果你要主战一个真的和谐的社会 好那另外神话就是跟中国非常有渊源 这个在中国是以皇帝世系为一个神话开端的 同时呢 越南就有从这个神龙寺原地为开端 但他们的这个国主呢 并不是神龙寺 而是神龙寺之后 神龙寺之后的什么呢 就是相传呢 神龙寺呢 他这个三世孙地名 有一天南巡到这个南岭的时候呢 遇到一个雾仙女 那跟这个雾仙女 地名跟这个雾仙女成婚之后呢 生下了靖阳王 那靖阳王是龙种 就是他是水族 所以这就开始可以看到一些越南人 他们这个在他们东山文化上面会有帆船 然后或是他们这个皇族传说喜欢讲到龙 这个就开始看得到一些端名 那这个靖阳王后来又跟洞庭湖的这个龙王的公主结合 然后就生下了这个洞龙军 那洞龙军就是这个算是越南他们这个旁宏寺这个神话传说最第一家庭的开始 那洞龙军呢后来又跟这个这个越南在地的这个一个一个一个女性叫欧姬的结合 那他们后来生了白子 那据这个神话 越南的神话记载呢 洞龙军呢生白子 然后有一天呢 终于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 就是洞龙军就告诉欧姬就说 这个五十个儿子呢 这个跟我归归这个归水府 那五十个呢跟你流陆地上分国而治 那这个看似是神话的这个故事呢 某种程度却跟我们现在透过这个考古学 跟这个可能涉及到DNA这种考察的这个历史史实相符合 为什么呢 就是东南亚这个人种的这个源流 就是在西元前2600到2800这段时间呢 就是有一批从大陆地区来的 叫这个Portomalei 就是原始马来人 原型马来人 那他们是东南亚人的第一批祖先 那后来到了西元前 大概数百年 三四百年的时间呢 又有第二批 就是这个也跟之前的这个Portomalei一样 就是他们从大陆来 但是这一次跟原先的Portomalei有一些混 叫做这个混邪马来人 Dutro-Malei 那这两个时间点呢 其实就很接近那个红堂市的那个 他们那个雄亡的传说的那一段时间 就是西元前2800多年 到西元前258年这段时间 所以我们就是研究历史的 我们不太会完全排斥传说 尽管我们是求科学证据 但是传说存在是因为对那些人有意义 所以我们需要有时候透过传说来做一些印证 好 那这个跟欧姬留在陆地上的这些人 就是越南的始祖 他们通通都叫雄亡 通通叫雄亡 那又下脑这张照片是 就是有一年去这个越南这个游历的时候 然后到一个富户人家 他们的这个供牌上面就摆着这样的这个 用汉字写的这个雄亡的这个灵位 也就是说现在越南他们的国族的观念 国族的殿力和始祖就是雄亡 这位这个没有具象的一个始祖 那从这个用汉字书写 这个我们就可以接连看到第三个 越南跟中国关系非常紧密的一个渊源 就是文字系统 从越南被 以越南的角度就是开始被这个中国统治 开始当他们在文化上面 在政治被统治的时候 在文化上面就大量的吸取这个汉文化 乃至于到我们刚提到越南的末代王朝 这个1945年被越共推翻的那个阮朝 他们的这个国家官方的文书 乃至于刚提到大南十五都是用汉字写的 这当然是对我们这个华文使用者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我建议说大家这个不懂越南文 没关系 你还是可以去做这个 超越西方学者的这个越南古代史 对当然要懂文言文 所以这个还是要好好地学习 好 那这个我们在中国周边国家关系上面 会看得到一些通力 就除了刚刚有四大党的问题 就是说每个在中国周边国家 他在面对一个旁边的巨人的时候 他的内部就会有清中跟少 比较不清中的团体出现 那在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民族意识的萌芽当中的话 我们透过文字也可以看 它是一个平台 具体的平台 那我们看到日本 在日本有这个所谓这个 这个 这个 平甲民的出现 然后 韩国有艳文的出现的时候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越南 他有所谓的南制的出现 好 这个都是民族意识的一种展现 就是说 我这么多东西已经跟你相同 但是我真的很想要跟你有 市场区隔性 我不想要叫中国越南 我不想要叫中国日本 所以呢 越南他们在文字系统上面 就去发展这个南制 这个是有一个脉络出现 那这边我给各位举了一个例子 叫做这个 Nongnam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词就是南制 就是南制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万岁万年的意思 那 这个 这个词 其实正如同大多的越南南文一样 它是结构很复杂的 但其实 它的逻辑还算清楚 就是说它有 它有形 形声的部分 然后它有这个可以意会的部分 以这个万年这个词来说 它就是以这个 这个第一个字里面的那个万 它为表它的意 第二个字就是以这个 这个右边的这个字的这个右边部分的年 来表它的意 那音的部分呢 就是表越南音的那一部分呢 就是用门的音 好 那那个南的音就是 越南文的年的那个音 好 所以这就是南文 好 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学 所以它 它会失传 或是当 当代的越南 他们很少能了解南文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南文 据说是有一些 呃 类似像宁采臣那样的这种 落魄俗身 好 或是说一些 好 或是说这个隐居在高山 像这个 像这个 这个 呃 跟宁采臣住在一起 那个叫谁 呃 吴马寺演的 叫做 厌世霞 厌世霞 就是一些高人 那室外高人 他们可能跟 官场的 汉文 汉官的 这个 呃 这个体系之间 有一些距离了 好 那 那 据说这些人是最早南文的这个 创始者 好 那但是到后来有一些 像 呃 这个 越南的这个 李朝到这个 呃 这个 越南的陈朝 之后呢 会出现一个 胡朝 那这个胡朝呢 它就是据说是 呃 就是大力推动 这个南文的一个朝代 好 所以到后面当然有国家力量进去 好 就是呃 呃 去彰显 透过文字去彰显这个自主性 文化自主性 好 好 那 呃 这个 越南的这个 另外一个 它跟中国 緊密关系的一个平台 就是所谓 炒共关系 这是我们在 北蜀时期之后 也就是这个走向独立长征之后的越南的独立时期 呢 越南的繁蜀时期 看到了一个重要关系 但长久以来我们都只注意到 中国 以中国作为核心的那个炒共秩序 我们其实呃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 在越南这边呢 在它大量吸收中华文化之后呢 它也开始去发展自己的操控圈 好 那 呃 我之前在这个 呃 中业劑职所举办一个研讨会 也有发表过这个 这个 阮朝下红时期越南的操控秩序 这篇文章 那我大致简单讲一下这个重点 就是说 我们刚提到阮朝 它在1802年成立的那时候 已经是近代 那这个君主呢 非常有意思 他在这个 法国人 已经 殖民者已经开始 这个先前部 先前的部队 或传教士这些人 已经进到越南的情况之下 他 他开始有一些 西方的世界观的存在 好 那当然他有他传统的那一套 这个东方君主的思维存在 那 在这个 在这种 呃 特殊的这种 呃 这个时间点之下呢 这样一个 新兴的东方君主 他所发展的这个 这个操控秩序 就 呃 特别有意思 也就是说他有 他有 他想要去 鞏固 扩张的那个 从中国而来的那种 那种 那种操控秩序 但是他也有必须要去 呃 面对的那个 呃 这个国力有限的那个 政治现实的这个面向 存在 他的操控秩序里面 那 最具体的例子就是 呃 他透过他跟 柬埔寨 那当时的这个高蛮 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类似于这个 中国跟越南的这个操控关系 那 我之前遇到一个在 呃 柬埔寨 多年的一个 越南朋友 那我问他说 柬埔寨 怎么看你的 是不是像 你们怎么看中国人 这样 他说 对对对 那这个关系 显然就是 这个 有这种北属 痛苦 记忆的族群 就不止越南 那 这个 在 越南 西南边的这个 不同操控秩序 他 他这个 呃 类似历史过程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 我刚提到另外一个 这个 越南式操控主义的面向 至少在加洪皇帝那个时候 就是 他不得不去 这个面对当时 国际处境的问题 也就是 就是 旁边有一个巨大的 鲜罗的存在 在 很清楚的 我先给各位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我之前 2010年的时候呢 去顺化 做田野 然后认识当地的一个 这个 这个 在 法蜀时期呢 就 在 这个 西贡 读到高中的一个 导学之士 他叫潘顺安 那个年代能够去读到这个 高中 他的 这个 才华 都非常高的 所以 这个 这个 潘顺安 这个学者 他有在危机的这个百科里面 所以他算是一个名人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那 他女儿也是一个 一个优秀的历史学者 那 潘顺安教授呢 他是研究这个 这个 这个 卵巢历史 和孙化历史的权威 那 他当时 就是 给我介绍 有一套书 这套书是他 在这个 西贡时期 就 出版的时候呢 他就保留着 叫柔远 好 那 这个柔远部呢 是属于清定大南惠田势力的其中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叫什么 叫邦交 好 也就是 柔远跟邦交是两套 越南 在卵巢时期 对外秩序的 两个 族轴 邦交是指 对中国的关系 显然 只有中国 越南才当他是一个大 一个咖啦 所以他 邦交是 专属于对中关系的这个 这个 这个词汇 好 那柔远呢 就是 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 你们都是 不是咖 所以就是 我才是中国 你们就是 要等着被我俘 被我柔的 小国 所以叫柔远 好 那包括刚提到的 柬埔寨 之前的高蛮 乃至于 鲜罗 都是 但是 虽然 鲜罗 他的国家 规格跟实力是 这个 跟越南差不多 甚至在 卵福音成立的时候 他还 曾经向 鲜罗求援 就是 今天这个 拉玛 拉玛王朝 拉玛仪式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当时 拉玛仪式不救 这个 卵福音的话 他可能 没有后来的 卵巢的成立 他先 这个 卵福音曾经 曾经 接受过 这个 拉玛仪式的 政治庇固 那 柔远的这一块就是 在中国的儒家世界观里面 就是中国对那些 蛮夷之邦的 交流的 那一套 原则 那 越南在落实的时候 就出现问题了 面对鲜罗这样的大国 我把他当仪 那能不能真的去试用 就会有试用上的困难 所以 我们看了很清楚 他出现他自说自话的状况 这个 历史上 史料上记载 这个卵巢式上 也有试有去向鲜罗 在卵福音那个时期 也只有向他朝贡 但是呢 他不会这样写 他会去隐晦 他 他这个 像这个 拉玛仪式去 这个 敬献礼物的 这个 就不要把他讲的 让自己太卑微 但是对其他国家来呢 或是包括这个鲜罗的使征 他就会 就是 把自己 这个 抬高 那来符合他的这套 柔远的论述 这样的状况 会出现 那这大致是如此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软福音的这个 关系 跟台湾还有 还算有一点点 就是他的一个 这个直系的 这个 一个 算是 这个后代呢 他在日治时期呢 这个 呃 呃 您那个 在您的那个 文章中有提到 呃 这个 尊敬的 洪小姐 好 那这个 呃 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知道 当时的 卵巢的 这个 末代 末代 皇帝 宝大 他是走 这个 一个亲法的 那 这个 呃 有想要取而代之的 另外一派呢 叫 墙底的 他们这边呢 他们就 就自然在那个 政治光谷 他就会往日本那边靠 找一个机会 那 所以 在当时作为 这个 日本在 他们所谓 这个 南进 日后南进 这个 发展上的一个 重要的基地 的台湾呢 就也成为了 这一批亲日的 这些 越南的这个 皇族 贵咒 或者说 民族主义者 他们一个 这个革命的一个 这个基地 那 这个是在 呃 这个 1941年的时候呢 当时他们在 台湾这个 济南路这边 他们聚会的时候 他们替他们的 这个先祖 加隆皇帝 在这个 纪念的时候 拍的照片 好 好 那 所以这个是稍稍 跟 跟台湾有点关系的 就是越南归途的 好 那 我们刚提到 那个 越南的这个 越南的 他的这个 朝贡秩序 事实上就是 把他 当成是中国 好 这个 我在很多地方讲 大家都觉得说 很神奇 好 在越南的这个 这个国史大南十五里面呢 有 就是 就是 有很多文字都可以看到 呃 他们 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他们的 他们吸收中国的 朝贡秩序 呃 融为自己 好 那 到了一个就是 他们就认为 中国是自己 汉是自己 好 那 至于说当时的 清朝 他们怎么样称呼 清朝 就是称清人 或唐人 好 那 这个中国的话 就是指自己 不然当然就是称清 清国 或是北国 好 尤其是北国这个字 这个概念 这个我们刚讲 权势权嘛 我 我叫你什么名字 代表 我跟你关系是 应该是怎么样 建立 怎么样发展 所以我叫你北国 意思是什么 我是南国 一北一南 大家平起平坐 就是有这个意思在背后 所以他叫中国 有情况下 特别我们在大学书里面 看得到 有一段 他在当 他叫那个当时 就是刚刚才入关的 那个亲 这个亲人 叫什么 叫满医 就符合明朝的那一个意识形态 所以这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说你在中国儒家秩序的世界观 你是在南蛮的这一部分 但你在试用这一套价值体系的时候 就有一些错乱 就我刚刚发 我刚讲就是说 你要套到那个实力可能比你大的仙罗上面 他有一点需要在地化的过程 那在名词的使用上面也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他就 我的认知就是说 这会造成他更加会要去凸显 他是中华 中国政统这样的一个发展 就是因为他认明朝的那一套价值观 所以他会 刚才就会联绎清朝 然后他会更走向他是中国 中华 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南书里面有看到很多类似 中国才会使用的专有名词 比如说这个天朝他要使用 大兵 什么叫大兵 不是雷恩大兵的那个概念 就是天朝的军队才能叫大兵 那他叫自己部队叫大兵 大兵去打高蛮 是这样的概念 好 那这个 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南书里面 我找到一个词叫出夏朝汉 这相当程度就可以解释 他这种出自于华夏 但是他操之于这个清国这样的概念 好 那越南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朝代的这个正式成立呢 目前越南人是认为 968年那个丁朝 丁 这个丁布里 这个皇帝他开始 从他那时候开始 那这下面这个图片呢 就是我 我这个早先去 这个越南宁平省的这个华旅 那华旅它是亚洲唯一的这个 有这个自然 世界自然遗产跟世界文化遗产的合体的一个唯一的区域 那这个地方叫长安景观区 那长安景观区呢 里面就是除了有这个 看到左上角这个美丽的克斯特地形 那他形成了这个洞穴 那这个越南导游就很沾沾自喜说 这个金刚你看过吗 金刚是来我们这边拍的 然后属于这个文化遗产的这部分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丁先皇他的这个庙 那我们在下面就是他里面的这个照片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彰显他独立意识的一些 用四千词 比如说这个匾额的这个左边我们可以看到 花旅那个花通华 花旅它是一个门里面在一个那个品 那花旅都市和长安 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长安风景区呢 就是他在追比长安 就当他们的意思说 当我们建立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花旅就是长安 那取悦 那取悦 大取悦这个词呢 就是他们在这个里朝前情 以前的这个 这个一段时间他们叫取悦 取悦国当这个宋开保 这是宋朝 所以他在跟中国的盛世 或是说儒家的这个理想的朝代 他在做对话 所以我不弱于你们喔 我就是 是属于中华正统的一支 那这个丁先皇他的这个上面的这个 这个匾额就写正统史 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国家的正统 就从这边开始 所以这个是 越南人他们就是认为说 这个就是一月一中的开始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华人的问题 我相信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属于那个 这个台湾跟台湾有邦交的 越南共和国这一部分的华人问题 那我特别在那边再讲一下这个华人问题 是因为我们待会会连接到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跟这个越南民主国 民主共和国就是北越的那一个政府 他们之间对华人问题处理的问题 那我们在中华民国跟南越这一部分 我们看得到他的这个华人问题的根源 其实我认为就是跟1946年的 这个在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这个中国带盟军去接收北越之后 他在1946年这个9月最后才全部撤出 那这个时间来说呢 还在这个他接收其他领土的时间来算 还相对的短 那为什么会短呢 我在那个独立评论那篇文章也有提到 这就牵涉到这个那个通令D号的B款的问题 通令D号B款中国括号满洲除外 在A款的部分我们看到满洲除外 在B款满洲就是由苏联远东总司令去接收的 那蒋列石为了要这个催促这个苏联 你要你要国外撤出满洲 所以他就没有理由久战北越 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理由 另外一个重大理由就是 这一个约签出来了 1946年2月28号 签了中越关系中越关系 主要就是签这个到在越华人待遇 在越华侨特权的问题 只要法国人承诺我老讲 你保证华人在越南是享受传统特权的话 那我话不多说我军队都撤走 所以这个协定呢 其实是颠覆了我们的历史学习 为什么我们看的老讲都是什么 民族救星嘛 觉得他废除不平等条约 他是亚洲民族自觉的先驱 但是你从这你看到什么 这些条约 比如说这个商业估计你要用中文 第二条的这个最惠国待遇 第三条的华人那的深邃呢 不得重于越南的深邃 第四条的司法事件处应该 法国人同样的待遇 所以就是我们在清末看到了 中国不平等条约待遇之下的 内俄航行权啊 理治裁判权最后一国待遇 在那边都看到 所以老讲在复制西方的什么 帝国主义在越南 所以你说越南人要喜欢中国吗 要喜欢他们气死了 你不是在抗战时间 这个说扶植我一起打日本 然后我们有光明的未来吗 结果此乱中心 你把我推回家暴者的身上 这情何以堪 所以这个是华侨问题 一个重要的根源 你这样搞的话 越南人说那好 那你中国军队一走 你这些华侨呢 特别是当时华侨在中国军队 在越的时候呢 这个是很张狂嘛 这其实也是人性词然 就是中国终于强大起来 在清朝之后 我们原本是这个 被人家看清的 东亚病夫的子孙 这时候中国强国啊 战胜国 所以大家争相跑到 领事馆去请领 中华民国国籍 华侨身份证明书 那那种民族情绪 就那样激荡出来 在中国战胜的情况下 所以他们 越南人也看在眼里 当然不是职位 你们是战胜国 我们不是战胜国 我们战胜国还要做你的 这个被治愈者 像话嘛 所以这个民族情绪 我们不能不理解 所以你可以 当越南人在政治上 认为台湾是 中国一部分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 这个我们要承受 就是说 他们看待中国人的 那样的民族情绪 这次我们也会 我们需要去 就是可能要先退步 想到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是 有继承的关系的 历史记忆会继承的 好那 那当时蒋列石的处理方式 就是说 这个就谈到了 就是说 这个在冷战时期的中越关系 真的非常有意思 因为两个组合 台湾跟南越 老共跟北越 类似的状况 类似的这个 这个争端 或是类似的处理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这个 这个华侨的国籍问题 然后撤侨的问题 还有这个 南海诸岛争端的问题 好 就是两个组合都可以看得到 非常 这可以作为对照 好 那老蒋后来就 就他 从这一点 我们看得出来 他选择邦交 啦 因为他觉得台湾 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 国际位太弱了 他需要 越南共和国来 所以他就牺牲了 当时很多民族主义者认为的 不可放弃的利益 就是说 当越南要越化在越的那些 华侨的时候 你应该要硬起来 你要跟越南政府对抗 但是老蒋 限制上 他没办法这样做 再来是 其实他也不想 其实他也不想 因为 台湾已经资源很有限 就是如果太多人进来 他没办法 所以他最后的一些理由 我们看起来 可能如果让当时的那些 那些所谓 那个华侨领袖看到 可能会非常不爽 因为他就讲说 这个服役很好啊 外国军队 有我人民影响很大 盛大 那我今日国境如此 不可以武力威胁越方 这还 后面就让人生气 如果光复大陆 越南自然就犯 就是嘴巴上还是要再印印象 所以这个 就是 回到我原先讲的 就是说 在这个 1945年之后呢 蒋爱石代表盟军去接收越南 那尽管 那当时像这个罗斯福他们有建议就说 你要不要把越南当成你的 这个 这个 殖民地这样子 但是老蒋当然是这个 呃 这个 对外他当然不希望人家这样看他 所以他没有朝这条路走 但是实际上那一 刚刚讲的那个中法关系中越关系协定 我们看到有那个殖民主义的意味在里面 那 此外呢就是他事实上把越南当成什么 就是他的一个势力范围 对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他 他有关切的正当性 有关切的权力 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中国有 優先权力来关切越南问题 那 所以这边可以找到呼应 另外就是在1965年8月的时候 那美国代表到那个士林官邸去找老蒋 老蒋最后一次跟他 跟美方提这个 越战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认为说 台湾的这个处境是蛮危险 因为这个北京那边核子 核子武器的施暴成功 所以他开始担心台湾被核爆的这个风险 所以他就觉得说 那我不要管越南问题 那在那之前呢 抱歉 那个时间点是1966年的时候 就是他开始不想管越南问题 在那之前 在前一年而已 就是1965年8月的时候呢 他是跟美方就讲说 越南是我在二战之后接收之地区 我对越南不但负有责任还有义务 所以他原先的立场是这样 但是后面就是他不想 就算老美请台湾来参与越战 他也不想 就是因为他自己有存亡之丘的危机 好 那这个我们就开始来讲一些 最后这一部分就是讲有关于北越跟老共那边的互动问题 那讲到援助这个关系呢 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这左边 左上角这张照片是在越南内台机场 他外面的一块石碑 就是说日本在2014年 就是帮越南完成了他第二行下的制造 那这个是我们在越南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呢 就是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 如果你特别去看那个CNN的话 你就会看到就是安倍一支出来打广告 他讲什么 就是说他就有提到这个 他日本帮越南盖机场的事 帮柬埔寨建大桥的事 帮缅甸设置邮政系统的事情 这就是他们的新南向政策 这是应该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说你看人家的需求到底在哪里 你从这边去找你可以去连接的地方 而不是你先看到自己能就是说我的强项在哪里 然后你就觉得人家一定有需要你的地方 那不一定啊 那我当然想法有点天望业谈 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这个房市不景气吗 建筑业者要没有生意吗 那何故就组一个这个不是很会标吗 很会标案子 那我们试试看 可费区东南亚标基础工程的建设 就是我们把这一部分的这个资源投到东南亚 这不是这个互蒙其立吗 那这个实际的运作有一些政治问题是什么的 当然另一方面 我是说这是个可行的方向 你看日本就是这样在做他的 在他们来看是援助 那就双方 越方来看是合作的这些事项 是可以去发挥的 那右上角这张照片呢 就是在那个胡志明纪念堂 他就有一个辽国 在1973年他们的这个共挡 然后去拜访这个越南 然后带了一把这个钢刀 这钢刀是就有点像我们金门钢刀 他是有历史的 他是美国在这个辽国头下的炸弹做的 那这个就是这个友谊的象征 那这也让我们去看到就是说 当时在1964年这个东京湾决议之后 这美国这个开始要决议要 国会同意这个美国总统授权 他去就是升级这个越战 那美国那时候就开始狂投炸弹 因为他就是想要在 避免人家说他说侵略者 说他是侵略者 因为地面部队开进去你就是侵略者 那空投不算 投炸弹不算侵略者 那在那个情况之下呢 就很多的炸弹落到北越 那我们在这个胡志明当时为了躲避空击 然后在碉堡下面的这些会议室 这也是在这个河内的升红城书记 下面拍的这个地下碉堡的照片 那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 北越在这个越旦期间 他们收到最大的两个援助方的援助物品 那左边这个就是苏联制的这个器材 那上面有这个苏联的文字 那右边这个是中国的这个捐助的医疗器材 那这边有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 这个铁盒上面 这个是一个全玻璃的注射器 注射器 那我们看这个中国这对北越的援助呢 这个主要就是 那物资上的援助是以为是 这军事上的部分呢 那这又讲到了我刚提到的就是说 两个组合 这个非常有意思可以对照的地方 就包括这个 就是说 那美国不同意老奖过度参与这个 那个越战就是因为怕老共 找到借口 就说 哎 你这个开了绿灯 你让这个 这个老奖来 这个介入越战 你想把中国问题跟越南问题混在一起 是不是 那我当然也可以援助我的兄弟啊 所以美国很怕 这个老共正式的来军队拍到北越来 帮北越打这个 这个南越跟老共 南越跟美国 所以说他就挡住老奖 这个不在军事援助上面 实际的以兵力来支持南越 但其他什么政治作战 什么军事的这个 这个船跟飞机那个援助 那个可以另当别论 就是正规部队你不可以过开进来 那北越跟老共也有这样的默契 就是我们没有让中国这个 人民解放军穿制服的进来 但是不穿制服的呢 好 所以就有这些不穿制服的 混迹在这个越南人民军里面的 中国军人进来了 好 我们在当时也看到 老奖派的一些这个 华航的人员 其实他们是军方的人员 来支持这个南越到北越的运输 或是这个渗透工作 那叫他们先签一个离职正民书 也就是你不是国军人 那你是华航 你是私人公司的 但事实上就是 这个也是类似像这个 不穿制服的这个 现役军人这样的概念 好 所以在北越也看得到 那这些人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刚讲到美国大量的空气 所以对应的措施是什么 北越最需要的就是防空 防空的这个力量 所以中国当时派出 非常多的这个高炮部队 来协助这个北越 来打那些美国的这个轰炸机 那另外一批就是工兵人员 为什么 因为被炸的满目窗里 当然需要大量的修复人员 所以防空部队跟这个工兵部队 是中国当时援助越南的主要的 不穿制服的这个鼓励 好 那即使在那样同志家兄弟的年代 双方的矛盾还是存在的 只是不会明讲 不会公开讲 为什么 因为那是冷战时期 好 那有哪些问题呢 比如说第一个 换防平反 我们刚讲到高炮部队 对越南说应该是好的 那你们在嫌什么呢 其原因就是毛德东当时呢 就是想要借由越战来当他的练兵场 所以你西北的军区 你沈阳军区的高屋队 你也轮训一下 我们到越南来实际演训一下 六到八个月就换防一次 所以越南人觉得不生气的 我觉得好像就是 就是不是很尊重我们 不是真的身心想要防卫 而是你们太过有私心 出自太多 就没有那种共产弟兄的革命情感 那第二个就是有关牵制到一些军事技术 刚讲到美国很多飞机有被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怎样 老共啊 苏联啊 就真的去抢 希望抢在越南人来到之前 把那些残骸捡来干嘛 大家看过ID4 对不对 所以外星人的科技 就是这样可以学来的 用逆向工程 看可不可以把一些美国军机 从当时先进的军机的科技来 飘泄过来 所以大家各怀鬼胎啊 就是一起来防空 然后掉下来就往外去捡 往外去捡 那越南人就觉得不爽 这是我的国家还是你的国家 怎么可以这样子 那另外一点就是 这个也是战后之后 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学者 透过档案发现 就是事实上老共并不想越战 现在这么快结束 你到底为什么帮我打这个战 并不是出于什么 这个神圣的什么 这个共产共产扩张的理论 并不是 你在那边有在打仗 那我这边美国人就不会来碰我 那如果这边结束的话呢 那可能这个之后的国际格局 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当时越南人感到就是 胡志明他们感到说 老共并不想要越战这么样 就结束掉 在1973年那时候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种下一个清洁 另外中苏这个共产路线矛盾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老共他们批判苏联 在赫鲁学路上还叫什么苏修路线 就是觉得你要跟西方国家要和谈 要和解 那这个不是我们共产主义的正统路线 那同一时间呢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 所以两套路线是冲突的 那越南选择靠向了苏联 所以间接的冲击到中越之间的和谐 那另外就是华人问题 华人问题我们就来挑到真实下面这边来看 华人问题呢其实一开始确实是因为双方是盟友的关系 所以各自不谈 那1955年呢 他们达成一个协议 北京跟河内达成一个协议 就说在北方的华侨工作呢 接受越南劳动党 就是后来越南共产党的领导 那经过长期的这个耐心 这个思想圈缩什么 逐渐转为越南籍公民 所以我们有一个长城目标 是这边北越的华侨呢 都会变成越南公民 但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而且要按照自愿问题 那在南越的那一边 其实也有看到所谓自愿者籍的问题 所以都可以做对话 另外一个重点是说 在南方的呢 就是我还管不到啦 就说这个 应该是讲自由地区 还是非自由地区 在南越的那一批华侨呢 那我们就之后再谈 所以这一个协议 就有这三个重点 那问题就是呢 关系好的时候呢 这些就不是问题 因为觉得是讲好的 那到了这个越战结束之后 问题就出来了 我们先看到下面这个周恩来 在这个1960年的时候 有这个去访问这个北越 那当时周恩来讲说什么 同志加兄弟 就是我们中越关系 就是这么样的和谐 那他特别跟这个北越的这些 华侨华人讲说 你们要爱越南的一山一水 那这个话呢 那这个河内高层听得很高兴 但是据说有一些当地的华侨 当时在北越这边 有一些华侨的势力很大 政治组织 他们叫这个越南华侨联合总会 叫这个越总 那河内是首都 所以河内也有这个 河内华侨联合总会 那这些组织里面 就很多就是清中的 这个非常清中的 或是说直接就是中国 这个北京他们派到那边的一些 这个组织者 那这些组织呢 他们里面呢 尽管是清中 但是有些人听到这个 周恩来这样的话 还是觉得不妥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说 越南对中国的看法 跟越南对华侨华人的认知 并不是像你们讲的 认知的这么样的美好 那 特别是这个 他们 他们他们当时有一些说法 就是说 这个河内他们在进行这个 反美战争的时候 他们有提出一些论述 这些论述就是使用这个 越南在所谓北蜀时期 遭受到中国情缘那样的 类似的论述在讲 比如说 在这个越南人他们在 我们甚至可以拉早一点 在他打法国那个时候 在1950年的时候呢 他们在红河中游有一个战役 那叫做成兴道战役 在1951年的时候呢 在这个广平省这边 就是我们刚刚这个 这个明平省这边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花旅那个风景区那边 有一场战争 那他们叫做光中战争 那成兴道跟光中何许人言 就是越南的民族英雄 就是抗中的民族英雄 成兴道对抗蒙古的大军 那这个光中 越南的光中阮会呢 在18世纪后期 他是对抗这个清朝的大兵 孙世一这些人 就乾隆时期的这个军事力量 所以有些华人 他们看的比较细的 他们就觉得说 当越南这个河内 他们这边的这个越南共党 他们还使用这样的这个词言 在界定一些这个战争的时候 那实际上 他们仍然是 这个所谓中国是 这个潜在敌人 这个概念还是存在的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 特别去太贴这个越南的这个论述 就是讲说 我们是甚至要华人去爱越南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 这样子 好 那另外呢 我们刚讲到 有乐总跟这个河内华侨联合总会 这些这个由中国在这个1955年 就是这个1950 60年代所支持 然后所这个辅导的这个越南的组织呢 他们有经办一个重要的华文刊物 叫这个新月华报 那新月华报呢 早年也是很多亲中的言论 甚至在毛泽东强力要推销文化大革命到越南的时候 那新月华报还为其喉舌 所以到后来就给越南不得不去整次这个新月华报 跟这些亲中的政治团体的这个理由了 那最主要的为什么这个越南排斥文化大革命在越南的再复制呢 因为越南在内战 文化大革命是阶级对立 那你在打内战 你如何要人家一边被你批斗 一边跟你合作来打外国人呢 不可能 所以越南说你没有注意到我国内限制的问题 你要强推文革道 你是害死我 所以这个越南这也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积怨 那新月华报就是在为其喉舌 所以遭受到河内后来整次 那最后有一个定调就是 这个被调整过的这个新月华报他们的论述 对于在越南的华人 对于中国跟越南应有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 就是对于中国先进社会主义 你只要清线爱慕就好 那你不能够对中国文化历史有情感的连结 听起来是很刻意的切割 也很难去切割的事情 但是 这是他们在当时那个情境 他们最多就只能做到这样 但是也必须要表拍 这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那所以华人问题呢 就是在1970年代 一直到那时候 其实都是一直被割制的 那最后发生问题就是 越南统一之后 统一之后 那我不靠你啊 我自立自强嘛 那所以他就开始提出一些 这个 让老共觉得不爽的论述 比如说 这个原来所强调的 就是说 华人的这个国籍 可以 可以这个 按照自由 自愿的原则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个 因为太多的华侨 华人 在越南统一之后 马上就 这个选择 他们是希望 做这个新中国人民的 那这个 这个让越南有点 不是滋味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南方的那些 那些华侨呢 原来在这个吴廷岩 在乐化 在南越境内的华侨的时候 其实北越这边是 这个论述是 是接近于这个 中国方面的 就是说 你不可以这个 违反自由折疾啊 你不可以强势啊 不可以激烈同化 那这个时候 就是说越南他比较不认同这样的 一个说法 所以 这个 中越关系也从那时候 就是在各方面就是 开始就有点往下走 这不是只有在单方面向的 这二话 好那 越中关系的正常的话呢 其实就是主要从1991年开始 就是双方有正式的 这个领导人见面 然后有 这个 这个正式的和解说 我们要挥别 这个之前的这个冲突问题 主要是什么冲突 就是柬埔寨的问题 那 但重点还是跟苏联这个 这个 这个角色有关 我们知道因为 在先前 双方 关系的话就是 越南选择 一面倒向苏联 那 中国跟苏联又分裂的情况下 所以苏联确实是 双方和解 双方分裂跟和解重要的关键 那尤其哥巴西夫在 在后期 他是也做了这个外交 经济政策上面的调整 那 所以当时还清出的这个 越贡呢 也 也相当的这个程度的提出这个 这个 这个 施法 所以他们就提出了 外交要走向多样化多方化的这个 调整 什么叫多样化多方化呢 也就是传统的这个 越共的外交的路线 他就是 就是把世界看成两大共产 跟自由两大阵营的对抗 那 所有的这个 这个路线都应该 以苏联为主 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这个 龙头 那他来 这个 这个实践 那个 共产主义 然后来协助 这个 这个先进国家的这个工人力量 然后 然后来这个 呃 与这个 第三世界的民主主义者来联盟 这样的这个路线呢 在 呃 哥巴西夫 之后呢 做了条文 那越南也做出相应的回应 就是说 我们不要只面向社会主义国家 那 当然 柬埔寨问题的解决 呃 确实还是中越关系的这个最明显的一个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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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都有文字可以阅读 那 1982年中苏关系正常化 我觉得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前面讲到苏联影响中越关系非常关键 那所以当中苏关系在1982年逐渐开始升温之后呢 那就带来这个月中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 那这样的发展呢 最后也导致一些呃 不预期 或是说甚至 说可能可以预期 但是是比较负面的一个一个发展 也就是说当中苏关系修好 或说当检母在问题 呃 这个逐渐解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也就是说 苏联的势力他 苏联的目光他回归于他国内 国内的经济的情况之下 那北京就借由他跟苏联和缓这个势头 他马上就是我们讲权力真空 在那个南海这边也是如此 所以老共马上就在那时候去 散这个南沙 就是在 呃 将解决将和解的那个 那个敏感的那个时候 所以老共算计是非常精准 他强在那时候 因为在1988年那个 那个赤花礁海战之前呢 老共在南沙是没有一江一土的 好那是在1982年之后才过去 那同样也是在1974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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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西查海战 所以他是非常精算师 那1991年之后呢 华人的问题可以说就是正式解决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双方其实都有默契有认知到 就是说以后 越南的华人问题就跟 越南的对华政策脱钩了 就是这事物 华人是我国内事物 那中国也认同 就是说越南的对华政策 跟你越南对自己的 你越南对我的对华政策 跟你越南对自己境内的华人政策 是没有刮钩的 ok 好那我最后讲一下就是说 今天的越南外交的主轴 就今次的中越关系 其实是可以放在 越南的外交主轴这个概念下去 去检视的 越南的外交路线 从这个 我们刚刚前面讲就是说 这个中书和解以来 一直到他1986年革新以来 那这个有两个势头很清楚 就是反帝 另外一个是反落后 那反帝呢 其实就是什么 他要保护他的社会主义 至少我们这个框架 我们这个招牌 不能够去洞倒塌 那这个反落后呢 就是追求经济发展 所以这是 这是两条重要的外交的路线 那这个责任呢 分别交由谁呢 就是在反帝宝社这一块 主要就是 以这个国家主席 他们这个去去运作 特别是今天的这个 越南国家主席 陈大光 他就是越共公安部出身的 所以由他来这个负责 反帝宝社的这一块 那就是再适合也不过 另外反落后 求发展的这一块呢 当然就是我们知道的 就是这个 从这个之前这个总理 多数是由胡志明市委出身的人 来扛的 所以 这个两个路线都有 越南三巨头 国家主席 跟这个总理 来分别负责 那 这两个看起来会冲突吗 对不对 那磨合就由 这个越共的领导人 总书记 来做协调 就是说 现在我们要靠 经济发展 现在要 要拉回 要走一些这个社会主义 太多的这个 国内的一些贪污的问题 我们要处理肃清 所以要 要强调社会主义的这个 纯洁性 所以这个会有 这个协调 会有这个整合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就是越共总书记来担刚 那在这样的情势之下 我们来看中越关系 会认为说 这是一个非常曖昧的关系 也就是说 在这个 反币保舍的这个路线之下 在中越从这个 共党 党对党关系的这个 这个渊源流长的这个观察之下 这个中越关系 你要他们真的这个正式冲突 是很难的 好 可能会 这个嘴巴在那边互相不饶人 好 或是顶多会有一些 这个小规模的这种 渔船跟渔政船 或是可能插撞之类的冲突 好 那不至于变成这个 两国之间这个 这个 或是说 美帝他们所希望的那样的大规模 从而不是不会发生 因为 因为他的那个 这党对党关系是非常坚实的 好 那 甚至于在他们的重要的机关 在国防部里面 国防部有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 一个军事情报机构 是 中国长期以来去协助训练跟维持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很多事情不像我们单纯看西方媒体报导 那样去觉得 哇哇要打起来要打起来 他那个政党关系 还有国安这个系统的长期的合作 跟那个背后的那个热线 其实是很稳定的 所以这是一个 那另外反落后这边来看 这是我们会常会误解 就是说 这个越南会有这个 亲中派有这个西方派 其实回到我原先前面讲了 我们不能否认在中国周边国家内部 都会有比较亲中或是这个比较独立 或是自主派的这一群 但是我们来看越南的话 我们不要把它这个过度破章 就是觉得说这两派 就像一般民主国家的政党恶斗 政争一样 这么样无法这个融合妥协 其实越南长期以来 他们有一个外交手段 就从来打越战的时候就看得到了 你看他们在南方 他们有一个越南南方解放阵线 这个解放阵线呢 在这个国际谈判上面 他是自己代表自己的 但是战争结束之后 我们知道他们其实就是属于这个核内所指导的 接受核内指令的地方 所以越南共产党的外交的政策灵活 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得到 就说他会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这个他们是不是这个议题的 好像可以让你有上下其手去 离间他们的空间 但是其实这正是他们创造 透过模糊创造 然后来取得更大的筹码跟利益的这样的做法 所以他们这个弹性处理 我们从这个在漫长的这个历史 中约历史关系里面就可以看得到 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就说 有些越南朋友他们就会去讲说 他们这个越南的重要的民族英雄 好像就是每隔两百年就有一个 从这个我们前面讲这个 前面讲这个陈兴道 陈兴道这个在成朝的时候 然后之后就是有这个离力 就是打败明君的这个离力 然后之后又有这个 这个加隆皇帝 阮朝加隆皇帝 然后加隆皇帝之后又有胡志明 胡波波 那时间怎么样 是不是真的两百年这样子 这个这个是另外的问题 重要的是就是说这样的说法 其实反映出越南人 他们还是在共产主义的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教育之下 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 就是说很传统的一些思维 就是他们相信那种 这个弥赛亚就是说那个 对对英雄官 然后就是他们会轮回 每当越南出现困难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阴主将诞生出现 他会有这样的概念 那另外就是说在这个 呃我们讲到越南的这个 刚讲到在越战 这个越南人的成功 就除了他外教灵国 他会打游击战 这也是我们所熟知的 但越南的游击战 就不是从越贡那边就开始 我们讲他有个漫长历史过的 我们讲 刚讲到陈兴道 这个陈朝的大象 对抗蒙古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每次蒙古人来袭的时候呢 他们就这个像陈兴道 会带着这个陈仁宗 或是说在陈太宗的时候 蒙古人来袭的时候 他们就怎么样 离开河内 离开申农城 就是不跟你正面对决 就跑到乡下去 干嘛 就是 某种程度就是打游击战 所以这样一个 灵活手段的民族 他们当然很难打败仗 所以我们可以说 越共的这个 享誉这个历史的游击战 其实从陈朝的时候 他们在对抗蒙古人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到 OK 那我们最后要讲的就是 这个 跟一带一路有点关系 就是说 越南人他们怎么来看待 一带一路这个事 就目前我所得到一些 就是简单的一些说法 就越南学者他们 刚前面讲 这个 汉话很深 你中国人读的历史 我们越南学者也有读 因为可以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越南史 讲得最简单的话 就退一万步来讲的话 其实 越南史就是中越关系史 你甚至是可以这么说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认知之下的话 我们可以理解到 越南人确实在东南国家里面 他更能够去解构 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 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 我们看到 它就是走这个 中亚思路经济带 跟海上思路 那这两套这个发展的路线呢 相互的去挥映到 中国的这个 最古典的这个 历史佳话 好 越南学者看到 就是 路上思路经济带 就是 张千通其余的故事 海上思路就是去连结 正和下西洋的这个传说 那中国方面当然是 就是以这些美好的这个典故 来铺成他的这个和平 这个去铺展这个和平 和平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但是越南学者他们认为说 他们在读了 在精通中国史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认为说 张千呢 并不是你们中国人 所想在一带一路的那个论述之下 所诠释的这么单纯 他说 他们就认为说 张千呢 当时是带有战略使命的 也就是呢 这个汉朝当时最大的敌人 我们知道是匈奴 那据说匈奴在关外最大的这个死敌 是哪一个名著呢 就是大肉汁 就不是滷肉饭 是大肉汁 那大肉汁呢 这个是汉朝希望透过张千东西去连结 然后来合力夹击匈奴 越南学者看到这个 你看他们中国史读了真的好 那正和呢也是 因为中国是从2005年这个正和下西洋 六百周年纪念 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这个文创作品 怎么他们会铺成说 你看我们正和下西洋 不像你们后来到东南亚殖民的西方帝国主义者 我们在明朝海军最强是我们没有到东南亚战地 我们没有割地 我们没有扶植盔的政权 我们也没有奴役劳工 我们也没有剥夺天然资源 这些都是你们西方指引者会干的事 那我们正和是怎么样呢 我们是平等外交 那特别上我会去看到说 正和他的祖先是住在云南的这个回族 伊斯兰 那中国的这个派遣 明朝派遣政和去东南亚做外交 就是因为看到了政和的伊斯兰的背景 所以这是非常符合外交礼仪的 就是找一个可以跟你们对话 比如说像以前那个莱斯 美国勇琴他到伊斯兰国 他就是要去对比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干的事情 那越南学者就认为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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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历史 不是这么单纯的 正和是富有战略使命的 他有实际干预东南亚的内政 透过当时明朝在这个 马来半岛最大的一个盟友 就在东南亚来说最大的一个盟友 满辣家就是后来马六甲王朝 那透过这边来作为中国的一个代言人 区域性的代言人 就跟这个在柬埔寨战争结束以前 这个赤简作为中国在中南半岛一个代言人 那样类似的角色 所以越南人看到 所以他们帮我们来 这个从他们的角度来解构一带一路 那我觉得是还蛮有意思的 那如果不是因为中越关系的纠结 这么漫长的这个过程 我相信他们做不出这样的解释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影片 谢谢 好谢谢 谢谢宗鼎非常丰富金石的演讲 那其实因为我们待会七点钟还有一场 所以我们要争取时间 所以接下来没有朋友想要提问 或者是针对刚刚的就是演讲有一些回馈 我们今天好像来了很多很厉害的 就是默默坐在台下的朋友 对 还是如果目前没有意见 那就是 他来这 陈老师 我想请教中林老师 那个 你谈了这蛮长一段的这个中越的这种关系 可是好像没有谈这个比较 就是说有谈前面 但是还有这个这个越在之后的一些关系 跟中间的过程 比如说像是伊斯大兰前后期那个时候 那可能是因为那时候越南是法国之地尊 可能那时候的越南跟中国好像没有太大 可能啊 我是想像 但是人不晓得 您知不知道说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过程 就像是这个伊斯大兰这个后期 蛮多的一些被西方压迫的一些国家都在追求 跟随一个国际潮流 民族自觉的国际潮流 去争取摆脱西方第五组压迫的那边 有一个趋势 那甚至像比如说像我 我研究有 我的研究性去伊朗的外交室 那时候在伊斯大兰结束之后 伊朗就跟中国签议的通考条约 双方就谈定说要在这个国际联盟里面 如何摆脱西方的压力 不知道这时候的越南如何去面对法国 那他是不是也有借重一些中国的力量 去对抗整个国际潮流 谢谢 谢谢 谢谢陈教授 这个确实您点到了我一个 就是确实最弱的一个部分 那之所以我会比较不去特别处理这一段 就是以我的研究的兴趣来说 就是因为这一段其实正是这个中越双方 他们就是比较喜欢表彰的一个时期 那在这段时期的这些研究其实也很多 就是说他们在那时候等于就是难兄难弟 就是双方都在这个困难的这个国内 国际情势之下 然后在这个发展各自的这个共党运动之下 他们相互的这个拉拔 但是就是说这是一个一个 因为他们已经有有不少做不少研究 所以我其实我没有特别去去谈这些的 这个第一个理由 另外就是说前面其实有提到像那个 就是在这个二战这个 在这个抗日战争期间 就是说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 这个中国在他们的两个这个外交 对对越的这个外交管道之下 就是说有对于这个越南国民党 就是比较亲这个国民政府 还有这个对越盟的 就是对比较胡志明这边的这个处理 其实这个关系在这个抗日期间 甚至在二零年代 其实就开始确实就有在慢慢的发展 那所以这个但是当时因为 呃越南他的这个共产主义的 的那个派誓还没有说非常的鲜明 他主要还是希望大家一个民族主义的这个姿态 来认识他的那这这个主要当然还是 呃会有利于他来寻求这个外援 不管是奖的支持或是这个美国的支持 那确实呃如同一些我们看到这个像五元甲的回忆录 也有提到就是说在这个二战期间的时候 其实呃美国他们这个透过中警局的前身 他们也有对这个越南的这个呃反日的 或是说像胡志明他们那方面的势力的支援 所以呃其实在这个战监期的时候 或是说在早间那个那个我觉得那个就是中越关系 就是说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这个呃北京或是 河内的这个这个前身的这个关系 其实是比较不明显都是很很散状的 好那比较会看到的可能还是就是说个别同志之间的这个情谊的发展 比如说像呃有一些文章会去讲说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 比如说这个周恩来刚刚讲到周恩来 周恩来他跟呃胡志明他们在法国 呃当同学的时候怎么样去去跟这个法国共产党 或是一些这个呃呃这个民族自觉的运动者 互动的过程 大部分是谈这方面 就是说中原关系是在那个共产共产主义运动发展 那个脉络之下去谈 那呃其他的话就就呃我就比较没有看到太多 好我们再接受一个问题好了 然后我们就开放大家自由交流 好 好 好 黄老师你好对那 我知道因为刚听到老师讲就是可能 对就是越南跟中国大陆这一方面可能党的关系还是很很密切 那因为我知道我们那个太平岛 周围都是被越南包围 其实现在可能肉眼搞不好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对方的岛屿 那你常常看我们在比如说在试射什么 就是武器在练习的时候越南南南南也会提出抗议 那甚至还有人说如果今天太平岛如果被夺走的话可能 第一个回来 躲回来是中国大陆 那不知道这方面的话 那那还再衍生到就是说之前 就是在 有关于那个在世卫尤其的时候 在那个河境省很多台商被 被就是被波及到 那越南的话他是怎么看 但是他把我们看的是这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还是说他会想说 因为像我知道比如说印度他会因为跟中国的冲突 他会想要联合台湾其他一些朋友 那他会把以后会有可能会跟台湾会有发展 对就是说像个除了商业方面 因为我知道像我们印度泰国马来西亚 救国防部的话都有五官的派遣 那缅甸的话是最近这是第一年有 有五官 那我不知道我期待说未来 未来不知道 越南会不会有台湾的五官过去 对对对 虽然都是穿西装啦 不可能穿军服 我没有外交对 只是说这是我一个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不知道说他们是不是只要台湾的钱而已 但是如果再讲到深入一点他们就不要 好谢谢 其实我觉得那个 那个 一个中国的那个 那个立场他们是守得很死的 这个是 这个至少表面上是绝对动不了 他们也不想去触碰这个敏感神经 尽管尽管我们台越实质的互动这么频繁 深刻越来越这个往上走 尽管这个架到政治上面来互动 那前些阵子那个就是说越南有这个他们的代表 然后在这个研讨会上面也提得很清楚 就是他们就台湾的西南向政策他们带来一些越南方面的这个看法 那第一点就非常清楚 就是说他们是在 对于台湾的西南向政策他们会是在台湾方面尊重中越传统关系的立场之下 他们的热烈欢迎 所以那个前提很清楚 所以是不太有可能就是说越南会去 他可能会在一些政治姿态上面他会去 会去这个 作为他调整这个中越关系的一个手段 但他不会去很 这个让台湾变成说好像是 是可以拿来跟这个中国来做文章的 他不会给台湾有这样的这个机会 那另外是我到目前为止我所理解的 就是说越南的这个政治人物跟或者说学者 他们当然非常清楚 中国跟台湾是不一样的政治实体 那这些历史的纠葛他们当然是非常清楚 但是也因为那个政治框架 政治这个条框的关系 他不会就是说把一些他私底下跟你聊的话 就是说对中国不满 或者说他也这个也特见跟台湾 这个有更进步的这个发展 他不会把这个话拿到台面上的影响 那至于说太平岛的问题的话 这个等一下就是下一场 这个还会谈到 下一场的就那个主角 那是 你为什么要参加未经营科技 对那其实我是觉得那个太平岛的问题 其实就是也是就是说北京那边刻意去 刻意去他维持的一个一个 因为在他也知道说在南海问题上面 他可以去连接的对象有限 在直接涉入南海事务的国家 根本就除了图特地这个比较乖一点 但是在长期以来看这个菲律宾的军方跟外交体系 已经对渡特地的那个外交政策 已经有非常大的反感 好那哪一天会会迸出一个类似 就是像那个 阿罗友期间的那个什么贪污 就是说跟中国的这个公司有 有这个不当的这个收入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 可是很清楚 菲律宾的外交跟军方系统在找这样的机会 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 美国这个训练 或者说美国这个亲美关系之下的产物 所以那个是很难去变动的 所以在东南海国家里面 比较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面的态度就是说 我们不要去把问题多边化 就是有问题的我们个别来谈 那这样的国家就是只有 就是辽国跟亲母在 这种根本就是 他是在这个路上国家的 那所以说 目前来说他比较可能可以寻求的 就是直接涉入南海问题国家的联盟 我们就除了相较于缓和的马来西亚 这个印尼乃至于台湾 其实他找不到 那马来西亚他是向来就是 他就是觉得说 我只要可以继续钻油 我只要可以继续卖油 那他不会去挑战这个中国 他不会刻意去制造问题 那印尼呢 我们看到他闲阵子 他是把这个 他在纳鲁纳群岛的这个 专属经济区的海域 他叫做纳鲁纳海 那这个当然是 一定程度是模仿这个菲律宾在2012年 他们把那个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地方叫做西菲律宾海 一样的这个处理方式 那印尼也有他自己一个 一个相对强势的表态 在那的问题上面 所以说他不容易拉 那之前的政府可能还是比较有可能 就是说 如果以一个这个两岸共同的这个 这个资产 共同资产的一个角度 来看待南海主导问题的话 那是少有的可以找到 就是说 在这个 尽管他不承认台湾的国际地位 但是他可以找到一个跟他 一样持一样声音的对象 所以 我觉得 他不会在太平岛上 这个希望有太大的动作 他就是这个 在海域问题上面去强化他的能量 但是对太平岛的话 他不会去打台湾的主意 那 至于说 越南会不会去打太平岛的主意呢 那 我觉得 目前看起来也不可能 好 其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 就有点 堂堂堵 惨堵 就是说 呃 我们一个很合理的一个 一个战略情境的推想 就是 这个 越南去打太平岛 战太平岛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越南的战略专家 绝对非常精准 那就是 就给予 这个北京口袭 那他就会 会来 抢这个 抢这个太平岛 所以 我 这个一时之间的抢战 其实是缅意 对越南来说 一定是这样的 好 那 这样的 这个 看法也引发我一个 比较大胆的 这个论书 就是说 但就这个国家建军来说 就是 目前是困难的事情 所以 我们其实也要把 资源投入在有限的 这个面向 所以 我其实是觉得 泰民党就是一个 一直以来 我们就是一个 象征性的宣誓 不管你是在那边 派驻这个 这个 最早派入战队 还是之后 变成这个海巡族 其实就是一个象征 象征性 其实他有一些 战备的提升 或是有一些 弹药的强化 但是 那个 确实还是在 象征性的一个 范畴之下 因为 真的要打 其实是 那个 就是 完全不能防守的地方 不管是 谁占的 都是如此 所以 我觉得 呃 我们应该把 这个 这个国家 当然 占的泰民党是重要 但是我觉得 我们可以 考量把 有限的 国防资源 居住在 其他更多的地方 是 好 谢谢宗鼎 然后也 谢谢大家 我们给宗鼎的掌声 他今天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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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自由交流 然后 对 我们等一下七点钟 还有一场 shape 实际 有 relevant 五来 感谢观看